对吧 你要找他要电话号码 你会怎么去跟他沟通 宝宝家长您好 可以免费送您的气球 这是 这是免费送的没有关系 然后会送给你的宝宝 您可以看一下 然后我们这个的话 是我们有国外的老师 专门来教这个小孩子 是英语启蒙的 地点的话 就在旁边这栋楼的13楼 对 然后第一次去的时候是免费 然后您这边的话 可以填写一下电话号 到时候我们会根据您的时间 来跟您预约一下您的时间 他们这些外教都是多大年纪啊 他们都是年轻的一些外教老师 多年轻啊 我宝宝才三岁 跟您差不多 跟我差不多 对对 我55我老来得子 您要跟我差不多的话 你跟我的孩子还是有年龄差距的 但是您看着年轻 看着好像就跟二三十岁一样 行 我填了 咱就去吧 我觉得考察到这就行了 其实我认为销售这件事 这个工种 我认为她是需要有一定天分的 这个女孩身上就有好多天分的 适合做销售的 第一个就是她的外表 爱微笑啊 就这种亲和力 第二点呢 就是她头脑灵活 大家能感觉出来啊 第三点呢 就是她有很强烈的欲望 这点我觉得销售里边最重要 就是我觉得你还是有问题 就是你首先要搞清楚 这个客户 她的需求到底是什么 她有没有孩子 她孩子多少大 你连问都没有问 你一定要拿你的产品去搞清楚 你的客户 她的需求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徐昭老师 这个绝对是强人所难 有点挑小姑娘毛病了 我认为在刚才当中 从她一开始上来讲话 做销售 首先要自信 眼神要给人可信度 这个姑娘从上场落落大方 特别给人一种信赖感 她走进你的时候具有攻击性 但又格外的得体 这个就是做销售最基本的一些礼仪礼貌 来 我问一下朱姜 你觉得你妹妹适合干销售吗 我觉得没有别的行业更适合她 因为从小她与人交流的能力都很强 因为街坊邻里平时串门 或者过年半年什么的 她都会夸我妹会讲话 然后嘴特别甜 她之前在一个超市里面 卖过那种果皮 奶皮 奶皮 对 会经常回家分享 她会 她分享就是 会说她今天战绩特别厉害 成绩比她们突出很多 就那样子 就会跟我们 类似于炫耀那种 对 朱姜 你们家里条件怎么样 还行嘛 就是不缺吃不缺穿 就可以过得去你了 佳燕你为什么哭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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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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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谢谢